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希望 气压变脸 味道晚点 过去暖意沾流 从前是你我算上一对不活浪漫 这晚却变得妄想 想一开始天性鲜亮 一转身改装得险我 如你曾为爱守候 后来慢慢地慢慢地破落 一开始总不可开乐 结尾却变得恨最爽 谁也能耐最一起 追求一点一点感觉 感觉 人的心很小 一只手就握得了 不过人的欲望就可以很大 正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 上一床厘牙皮擒 你和我都是这样的,心照吧 廖先生,你好 我是力智高集团的法律顧問丁俊平 方先生叫我来接你,请跟到这边 谢谢 Mati,来了 这位是Ben 他是方先生新邀来的同事姚悦山 你好,Ben 你好 真的不用客气 替我搞个欢迎派对 你还不换衣服? 什么衣服? 我们都是高级私人媒所 你不换衣服怎么招呼客人? 招呼客人? 方先生,姚悦山,我问你 方先生 方先生 Mati不是说你想找我吗? 是的,我上来想问方先生 他们说我进来夜双是做侍应 我怕中间有点误存 没有误存 我想方先生有点误会 我进来力智高就不是想做侍应 做侍应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大人 方先生请人一定会人尽其材、物尽其用 我明白了,每个员工都能发挥所长 力智高才有更上一层楼 所以我觉得以我的能力 应该可以做高层一点的事 不是一个侍应 你说得对,我很有眼光 所以我一眼就看得出 你绝对是一个侍应的人财 总之位置只有一个 做不做就随便你 对,我从来都不相信怀才不如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料的话 证明给我看 我相信方先生眼光 我相信做侍应都可以很有发挥 我会证明给你看 我来做侍应 方太太 老婆 干嘛?让我猜中了吗? 不用想,他当然不认你做侍应 又怪不得他 以他的学历,做一个文元却却有缘 我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在这里 都要把他放在夜叉上 我也是为他好 你看他上来的样子 就知道他是什么人,毫高无怨 是的,我还没说你 你做什么样东西都瞒着我 换了Dr.U的心也不告诉我 叫他弟弟上来做事也不告诉我 你现在有没有当我是你太太? 我打算这么小事,免得麻烦你了 不过坦白,我真是发梦也想不到 让我换了Dr.U的心 不知道是不是天意 那你就更加要疼自己的身体 就当是报答Dr.U的腰 我当然会 你搞什么? 夏斯嘉 你好,你醒了吗? 我现在严重警告你 如果你要在这里住的话 第一,我拜托你不要弄到 我房间像垃圾堆一样 第二,你不要在我床上剪指甲 我会捏死你的 第三,你洗完澡,我可不可以抹乾淨 不要滴到四周都是水 你不是想滑死我吗? 我一时只管手势,改不了 没下次,抱歉,小嘉 我也不乱托别人住 不过话说话,你说开我才说 我也想给你一些意见 因为我过门都是哭,是吧? 第一,我其实不是很乱托别人 你那张床褥很硬 多睡一条腰骨,很痛 有时间你买一瓶新的 还有,为什么你家只有杯面和清水 为什么你多买不同的口味 回来,不要太刮? 我家是这样的,只有水和杯面 你不喜欢的话,你不要在这里住 不是,小嘉,其实我不想在这里烦着你 不过我上次被那混蛋騙了电话 我现在要重新换过电话 现在我真是想找多个钱,吃饭也没有 小嘉,其实你是警察 你是不是应该抓她回来 替我出口气呢? 好,你去报警吧 把这件事的真相都说出来 告诉别人,你拿了别人的电话 如果别人是被告的话 你也是,别人要坐牢 你一样要坐牢 你说得对吗? 只是说一句 不过这个世界真的不公平 不公平?这句话是不是我和你说得对? 你们三个的恩怨关我什么事? 为什么你要召唤我出来 还要我帮你付三万八 怎么了?现在谁还给我? 当然是那个混蛋 我答应你,小嘉 下次我见到他 我一定会帮你连本大力 帮你追回来 现在我回山上班 我回山上班 Hugo 你是否在混蛋 客人快来了,你还坐在那儿? 我在熟习环境 熟习环境? 我现在又要进去 稍后回来应该熟习完吧? 会的… 会的… 好,好 谢谢,谢谢 吃个几招,白癡 爹爹,多厉害 是呀,小姐,你叫我 我好像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你这个死人样,化呼应得你 没理由,我还没见过 你做事也挺聪明的 爱过来吗?你有个有钱老爸 是吗?原来做个烂鬼时营 做男人做了你这样也挺便宜的 骗女人的钱 小姐,我爹爹就不在这儿了 而且…是的,时营 什么餐馆呢? 你还说还钱?三万五元 三万五元 大家先… Pubble,你是不是要热身了? 楼下呢?酒送来的了 到楼下帮忙 我打算下去帮忙,但不知道为什么 一位PR捉住我,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我捉住你,你… PR,你先改过来 他你也对吗? 你怎么回事?你自己去檢查一下 他是老千 德佳,你什么事? 你进来了,整村人家 刚才被我遇到一个死战争 哪个战争? 上次跟你说的那个骗户电话那个 你记得吗? 又是自己什么外国回来 又是自己什么太子的事 原来你做烂鬼时营 那人? 他好不做你也做时营? 他真是天有眼,弄定他有报形 是啊,但最惨是他面皮厚的砖子 扮不懂我多好戏 那你放心,难得他送羊入虎口 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搞定他 都好 怎么多人呢? 你说那个战争在哪儿? 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 是什么战争 不是吧? 他又帅又帅又帅 哪儿像华人 是不是你搞错? 虚容 他反正一点不看 都不像是你说的那种人 你们一定是有误会 给我一点时间了解一下 搞清楚这件事,好吗? 你好,新同事吗?我叫Yan 你叫什么名字? Hill哥 我叫阿San 你好,请你喝 好,谢谢 很好喝,这杯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你改吧 叫什么,好吗? 那两只臭臭臭,有意识没人性 没毒的,你姐妹不知喝得多开心 干什么?搏头酒? 打算一杯酒可以搞定我? 是,是我怎么管 不是,不过我只是帮朋友出头 反过来说,试试被人连环 骗两次手机再加一巴掌 你调起不调? 你说我骗你,你是不是骗我? 什么?海美普太子女? 美国牛春大学毕业? 牛春是英国的 刚才是小子人,骗人骗得比人笨 怎么着呢?是不是更生气呢? 来… 让你准备东西,免得有工作灭了 来…准备东西算了,好吗? 是不是真的? 你爽脆了,快点 你坏了 来… 我不努力的 是呀 你别哭,千万不哭 你这傢伙 玩我? 好 现在拍卖的是满毒翡翠手眼 拍卖的老三零二六四三 我研究过最棒是这一首 老公,看中一首 行…我买给你 二百六十万,谢谢 二百七十万,谢谢 这首歌我送给你的老婆 有没有多个二百九十万? 三百万,三百万,三百万一十万 四百六十万,四百七十万 四百七十万一次 四百七十万两次,成功 谢谢老公 老婆,你的手滑滑滑滑滑滑 特别配这只肉鸭 如果这只鸭带在那个低能儿子老婆手上 我看就真的浪败了它 刚才有没有看到他们两公仆的样子 我想起了心灵 伦身家,他真的拍马都追不上我了 想跟我斗,真是叫他坎坎 马田,最近那个臭小子有什么小动作? 也没什么特别 本来收到弹摊铁铁铁铁铁铁铁 不日成的计划都可以顺风顺水 但最近KY他经常在股东大会 提出了很多很无谓的问题 拖慢股东大会的进度 我怕再这样下去 不日成这个计划很超级预计 就是看情依要给他一些颜色看一看 对啊,这些人不能救了 你不要再念什么救情了 你不如踢走他,不是只能阻挡地球转 对啊 这么多年来我为公司福心福命 真的什么都还给他 也是时候要送他一程 对啊,方先生 我朋友最近认识了一个 在意大利做医学美容的专家 Dr.Williams 他说他在研制着一只 用意大利无污染的火山泥做护肤品 想找人入股 不知道方先生你没有兴趣地说 护肤品的生意我们不在行的 现在的护肤品 全部都崇尚天然武添加 只要女人觉得多多钱都肯定 簡直好像可以这么矿 不过最重要是查清楚的产地 和来源印证 Martin 你帮我去建这个Dr.Williams的底 看看是否真的有这只火山泥 而且看看公司有没有问题 知道,方太 这位是专程送给方先生的 最高的世界 太棒了 你… 谁…你是… 姚悦山,Hilgo 是 你是余医生的弟弟 姚医生叫大妖 那以后你就叫小妖 好名,方先生 姚悦山, 姚悦山 证明我眼哥没错 他的确是个人才 酒店的人才 我对你有信心, 努力做 将来你一定会成为 全香港第一个酒店的酒店 今天是否想多人呢 没位置 不如我们叫外卖上你家吃吧 我家? 不要了, 很乱的, 你收拾 什么没收拾 就是你家的雜物也不多见, 凶吵吵吵 以前也是的, 现在像狗斗那么乱 麻烦 不是吧? 你借房子给他住 还要帮他收拾房子 你叫他自己收拾吧 有小事而已 哪有空就要收拾 我想他不是住很久 住一會就走了 我怕你入囊入室你都不知道 走吧…吃点吧 爸爸, 你今天生意很好, 没位置了 没位置?没位置在这儿开档 来… 开袋… 那不是在街上?你是警察吗? 是, 这样做知法犯法, 你知道吗? 好 行…我请大家去其他地方吃, 好吗? 为什么去其他地方吃呢? 我们是警察, 不是吃盘署 这些是吃盘署做的 一向没有街坊投诉的 开袋…来… 精言纸有好 吃什么? 芯姐, 最近在餐厅有得罪过什么人 或者收到什么恐吓信 没有, 你也知道我们跟街坊感情很好 应该没得罪人 我想起了, 我们茶餐厅的东西又平又漂亮 最不老理我们的 就是对面街的茶餐厅的老板 他经常跟人家说我们都抢上生意 你以为是他做的? 傻子, 我跟他朋友打拼的 是呀, 别说就说了 怎么样?有没有问到什么? 没问到 女士, 女士很好心茶餐厅的客人 每个都吃得开心, 喝得放心 九成九都不关你的事 你们去大厦看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发言 是, 女士 长大厦 宅啡, 小糖, 蛋撻, 酥皮而已 不是, 九爷 我看到今天的豉油肌肉 如海姐 我想吃西多, 但我又好像减肥 我不肥肥, 我帮你吃点 阿琪乖 快点 等等, 我不叫你 长大厦, 刚才没吃午餐厅吗? 这么快喝啥午茶 是问几宝就做完了吗? 女士, 一层房子有十多伙 加起来百多伙都要时间 如果不喝啥午茶 已经够时间看完了 不是, 女士 我们真的需要时间 分析一下答案看看有什么可疑 我们不会胡亂给你的 女士, 我当警察这么久 这些案子一年发生了很多宗 九成九就是不小心掉了一瓶下街 不会再发生的, 你不用太紧张 不是我紧张, 是你不够紧张 不就是因为你当了生多年 还是这样 每次用这种态度去做事 当然是查不出真相 我拜托你自己检涂一下 女士, 检涂的应该是你 你说什么? 你这么紧张, 什么事 要不然你男朋友多 就被光泽默然死了 你再说一次 判我吧, 我早就无法升 你够不尊重的, 你可以要求吊组 我拜托你带着这个阵 你专用你自己的警察 九爺, 要不要闪得这么闷 干吗?我现在是说事实 死了男朋友的大人 之前跟他查过男朋友的案子 每天都没有供货 只是他咳嗽而已 以前我不发费, 大家都没人走 九爺, 为了你得罪了Madam 我们也不会有人走 下午茶你自己喝, 我就做事 我也做事, 吃什么鬼 什么吃什么?我什么时候叫下午茶 全部是你们叫, 都不是人 你回来, 哥哥 你这下午茶好一点, 粉红色 加上手袋和啤酒哪个好一点 行不行? 下司家 我多说了, 叫你不要搞得搞得这么乱 我已经没收钱, 让你住在这里 你有没有觉得小丝不好意思 你再这样说, 拜托你走 怎么了?现在我说错了你吗? 我是贵人 大家都笑我做这一行 谁叫我? 一出生有个臭老母, 有个咸心后腹 没有爸爸, 为什么会有家教? 你恶不上一出生 只有一人喜欢, 有人开, 有人关心 但我没有这样的命水 你不喜欢我就搬走 你来吧 我分天桥底 收拾垃圾妈的室我和你没试过 是… 对不起, 刚才我认识得比较重 不是, 你说得对, 我很便宜 是… 不如这样吧, 你不要跟我妈铺了 我收拾好奸製物房给你睡 我买了一张床玉给你了, 好不好? 真的吗?小金? 真的 我买了一张床玉, 你说最好的 好了…收拾好 原来那个Dr.William 小帮那边的黑帮洗黑钱 至于他说的未受污染的火山泥 是在保护区里面 政府根本没有打算开放 厂房方面也非常简陋 肯定他是老千 幸好方先生, 你叫我查一查他 这么容易被你骗到我就不是方氏力了 这傢伙也算是沙坡 不过, 连我都够反昆 让我爆他勇, 看我以后怎么出事 我知道怎么做了, 方先生 不过, 我只是不做这件事 或者有人想做呢? 老婆你也算古惑了 扮演给K.Y? 都是我老公最了解我 K.Y哥, 我介绍个兄弟给你认识 肥牛 K.Y哥, 你好, 多多关照 射着下弟弟 他是做物流的 他人很有交代, 有够义气 你有什么事就找他帮忙 行了 张先生 今天气息很好 怎么样?是不是照舊蒸一条乳 今天东升很漂亮 好, 就这么说 对吧, 其他东西你发扮 最重要是鱼蒸得很好看 一定… 要是, 方先生也来了 就在隔壁房 跟客人在密密針 好像在谈大生意似的 是不是你们历史高 有什么大狗作呢? 我们谈到当然是大狗作 难道也谈一些小狗作呢? 那倒是 不妨礙你们, 我出去做事 K.Y哥, 我在大陆的物流生意 真的很厉害 尤其是东莞, 是我的主场 我去一趟厂厂 好 报告分析 这支产品, 短期间内 可以剪腿、施胖和细纹 用过的人也赞不住口 硬硬, 我老婆这么严谨 她试过之后都赞不住口 说一定有得做 你这么大的金矿送给你 没理由不肯定, 是吧? 我们打算签了合约之后 找到最高的模特儿拍卖广告 抢攻大中华市场 好, 那我们必定合作愉快 必定合作愉快 desta不相信 板楼抢你来 我是力智高老板之一 有樓生意, 想跟你谈谈 我看過現場的照片 玻璃瓶碎片散落的痕跡 應該是一個低層的地方 把玻璃瓶放進去 所以我覺得開始的時候 應該由低層的住戶著手 這些鑑證科分析過 還有,就算玻璃瓶真的低層扔下來 也不代表怡胸是住在骨臭隔 他可以住在上面,住在下面 你說得很對,換個角度這麼說 Eason,你這麼喜歡查案 為什麼你不做法醫真的做醫生? 其實我並沒有想過 因為那時候如果我要讀法醫 我就要多讀幾年 我爸爸就覺得 如果我要多浪費幾年時間 不如我選一些找到錢的科目去讀 所以我就沒讀了 你這麼大,還怕爸爸? 其實我不是怕他 我是不想氣壞他 你們現在找到疑犯了嗎? 這幾天都沒有新案子 我都說是意外 無緣無故熬幾晚通宵而已 搞得我幾天都沒有屁股 別管我爸爸 詩歌姐 明天有人送藏玉來 你記住不要出門口住 這麼化身材湧用? 真棒 我入伙這麼久 你好像還沒送入伙禮物給我 你入伙大,但那間屋不是你的 我為什麼要送入伙禮物給你呢? 什麼?誰是利利是事 我現在把我的運氣的座氣 全都給少吉,是不是慶祝一下? 這麼多話說,你送給我嗎? 我送… 好… 我送給我外賣,謝謝 你吃這麼多東西還叫外賣 你還燒發不良嗎? 晚點肚子餓嘛 趕快要上班 投訴…再見… 你這樣讓他走嗎? 我來這裡沒見過他結帳 每次吃完整桌東西 又偷偷地鬆人 他擺明你笨蛋了 算了,既然租得沒錢交易 這些還跟他計算嗎? 幫朋友不是這樣幫的 他這群人似熟賣熟 專門選一些心軟的人來騙 總之一天還有好處 一天都咬你們兩個不放 別說我,他遲早罵死你們兩個而已 哪有這麼嚴重? 我們有什麼可以騙他? 他人是貪小便宜一點 喜歡拿好處 不過我底下也是好的 我記得五歲認識他的時候 以前我被人欺負,他永遠都幫我出頭 現在人家有事,難道我不幫嗎? Madam Yun,你也會說,五歲 五歲的小孩會懷得去哪裡? 人大過是會變的 他已經不是你以前認識的同學了 就是因為我是Madam 我什麼人沒見過 哪些好,哪些壞,難道我不懂得睡嗎? 對,如果一天都在,我覺得他也會支持我 這樣做 是呀… 是呀…你是社工 不如想想有什麼可以幫到他 不是吧?你還要反過來幫他? 不是呀,我覺得真正的朋友 應該是不離不棄的 不如我們一起想想 怎麼可以把嘉嘉扶回正圖 好呀,專門人士,有什麼意見? 你看看,買點東西 什麼? 很漂亮 什麼? 找你 這麼可愛,你不是給我用嗎? 你也想買給嘉嘉做的禮物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你愛上交害過你的兇手? 我查過,我真的沒有 不是,我問問我心理學的同學 他說我真的沒有 其實我表面上是買給嘉嘉 實際上是給小吉的 你見過他家裡的 一隻漂亮的杯子也沒有 賣一套漂亮的東西給他 下次我們上去也會用 我好肯定你那個朋友是沒有牌子的 為什麼? 你這個死人樣子 遲早寫在那個私家車手上 你比你還要,你寫在他手上 你上次找我這麼敢 這些傻瓜,三刨兩刀我無法解決 這麼厲害? 如果這樣,他入伙 我會打火鍋預賣你 不是吧 你怎麼說你搞定他?你害怕嗎? 我不是害怕他,我只怕他旁邊那件 小吉? 你也知道他唱戲那些阿姆 原來這個世界上 也有些異性你是搞不定的 誰說? 我很感動,我以為住這麼久 以為你這麼豐富 你這麼說什麼意思? 就是我平時招呼你不周到 不是,我說笑了 總之就謝謝大家 什麼大家? 這一頓要配合的,誰我請你 說明入伙酒,當然你們請我 不然我配合這麼老套 誰也不用給這頓 我跟阿瑜請大家的 謝謝 一頓半頓而已,不要緊 趙吉,可不可以給我一些波菜嗎? 好 波菜啊 我知道 波菜又麥菜不懂得分 娶罪你真糟糕 又不用你娶 謝謝 不要緊… 現在你有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插禮物 快點… 這份禮物是送給你們的,小姐 來 謝謝 謝謝你 好像很棒 喜歡嗎? 很可愛 這是杯子嗎? 堂堂和大醫生送這些東西 你怎麼打算 有什麼問題,這樣實用吧 怎麼搞的? 人家送東西給你還嫌三嫌四 不喜歡就別愛 我不管,下次送個禮物給我 別浪費,不如一人一隻 你不喜歡,下次你送個禮物給你 好嗎?一人一隻 大貓… 我要給你… 你不用選,你叫雞 這個也是雞仔 你夠笨了,你要… 大文獎 我叫雞仔,來 我呢?毛筋,適合你 對,吃得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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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次送他給你 聽說你在Night Shadow工作 你怎麼這麼多工作你不做 他只是幫方姐工作 他這麼人,你貼上去是沒好事的 我選的,他主要是說請我 他選你? 我跟寶欣,知道我哥哥的心捲了給他 我沒有跟他講過,為什麼他會知道的 你怎麼這麼不像,吃完飯再說吧 什麼心就要知道,我又要知道 以後多事了 你吃了?以後就吃等了 不吃了,來吧 喂? 好, 酒怎麼樣? 我被球都上去彈到了 幸好走快兩步 否則做了頭獎, 命也沒了 最壞是你 你經常走來捉了那個壞人 如果一早捉了他, 我就不用中頭獎了 我不管你, 你快捉了他, 幫他報仇 你放心吧, 老婆 在我們頭上搞事, 他還沒死過 老闆, 你說得對 上次的丹不是意外, 你放心 我一定會撞到一個變態 希望你說得出了一道 這個玻璃瓶跟上次的一模一樣 應該是跟一個人做的 我包同美導師 你們問街坊看看有什麼事 是, 老婆 阿強, 設備的儀器, 準備監視 是, 老婆 請客 說真的, 我們已經等了一星期 這個人無所謂動靜 我還要等多久 他不再留枕的話因為捉不到他 也不 Wonderful 這種變態的人做得一次有個第二次 只是餐廳什麼時候再出手 聞都說得瘋了 正在職業, 別喝酒了 長官, 你以為酒有什麼年紀喝的人多? 起碼是十歲以上低收入人士 喝了酒的, 酒有一定不少 很快喝完一瓶 要是經常要入貨 要是一次入很多貨 經常要入貨? 如果有人推廣上門說有折扣的話 他一定會來反應 沒錯, 誰要貨 誰就是我們目標人物 太太, 我們這款米酒正在睡覺 買滿一瓶就八折 直接送上門給你, 要不要試試 太太, 我們這款米酒是新的 現在買滿一瓶可以有八折 有沒有紅酒? 沒有 真聰明呀, 這樣我願意 謝謝, 那我明天送貨給你了 好 我… 你臭小子, 你側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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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先打擊在四樓… 警察, 別動 別動 別走 你沒事吧? 別亂, 糟糕 打擊陳佳, 穿著白色背心 藍色花絮褲, 衝下來 收到 你還要走? 還要走? 走 再見… 是, 老闆 再見, 老闆 學爸, 你的鼻子好像歪了 要不要弄傷? 對, 整天照鏡看你早就想弄傷 是呀 我們兩個人是誰? 我現在因公受傷 因公, 改名吧 你以後叫做責天父子 沒有 狗爺, 你這麼說就不對 我不知身手多好 老闆, 要不然我太急, 插腳善親 我九秒鐘就追了個賊 總之也好, 也要謝謝大家 辛苦了, 否則也不能成功破案 不過這次特別要謝謝狗爺 你這招引蛇出動, 火焰就行了 什麼都這麼嚴重 我們是吃老的 你們開大食會了 欣賞了 不用擔心, 你當然不是專程找我 老闆, 聰明了 我剛才在樓上做完事 打算過來找小吉聊些事 順道去吃飯而已, 你就一起去 不行, 你說熬了湯 好 怎麼了?你跟老闆又談又談? 你們倆不是貼錯門神嗎? 你老闆今天破了一宗案 我是老闆, 順利也要掌賞一下 其實你老闆也不太能做事 我這個老闆, 別說我讚他 其實他面貌心精, 聰明得不得了 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什麼平時他什麼都不想做好戲 不如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 華雪在三十年前 曾經有一個盈嬰碎的小小子 因為破了單案有功, 很快就升做沙戰 然後他就紅心壯志, 打算搏上位 誰知道機會就來了 就是在同一天被他遇到單劫案 他開車追查 但很可惜, 他一時踩錯油門 令中環七車連環相撞 撞的車不是高官, 就是有錢人 就是這樣, 他在一天裡 由人生的頂點跌到谷底 之後不用問, 他的檔案 當然是花國的鞋底 我真的不知道九爺有這樣的經歷 經過這個大起大跌之後 他就放了一個長假 誰知道他放大假期間 又不小心中了六合彩 然後就把錢開了好好心 之後他把貨都關掉 做人誕求隨遇而安 開開心心就算了 九爺雖然有這樣的過去 但我覺得不應該影響他前途 如果他把貨還著火, 應該可以升 或者老爸他不是這樣想呢? 老爸經常跟我說, 拾人有九品 你是不能把自己的看法 免許他在別人身上 我? 是呀, 像阿穴一樣 我總是覺得你對他過分緊張 經常拿他跟他哥哥來比較 對, 他兩兄弟生得似而已 但始終經歷不同 性格是一個南, 一個北 一個天, 一個地 你是不能勉強的 我沒有勉強 只不過我不想他兒婆擔心他 既然你們覺得我太緊張的話 好, 那我以後不來 是呀, 看他忍得多久 說回正經的事, 接下來有空嗎? 什麼事? 我在辦一個環保節 打算找你做義工幫忙 你不會拖手搶的 就算了 KY已經簽了合約 正式入會Dr.William的公司 聽說他很看好這盤生意 還找了天后Angie做代言人 看來他很想打向頭炮 散令這個招牌 所以說這個是低能仔, 沒錯 他這麼容易落膽 這樣也很難怪他 我們夫妻的工作做得這麼好 他一定會相信 況且有得哲理戶 他還不回到他? 現在KY已經正式泵水到Dr.Williams那裡 基本上他手上已經沒有流動資金 只要他一出事 他就要迫著賣了力指高的股份, 桃源 好…沒得住 一踢走KY, 以後你就不用幫忙幫腳了 既然天這麼幫我 我一定要做一些好事 Marty, 告訴Wing 我出席下星期的環保活動 是 不過, 有興趣一起去嗎? 我約了一群姐妹罪舊不去 Marty, 你替我照顧方先生 拍兩張照片叫他上車 不要被他曬傷了 知道了, 方太 謝謝 今天大會很高興 可以請到力指高集團主席 方志力先生 做我們環保節的主力嘉賓 現在又請方先生為我們主持啟動儀式 環保節, 現在開始 準備了, 好, 走吧 這個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我是非常支持的 所以除了贊助人之外 我亦想為環保持業出一分力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地上的膠瓶 要花很多年時間才能分解得到 所以出街的時候, 最好就是自避水瓶 小吉 要不辛苦? 謝謝 對了, 你為什麼要找這種人 做贊助人?你覺得他真的有善心嗎? 我管他真也好, 解也好 這個方先生出手很重的 如果沒有他的贊助, 很多事都搞不成 我跟班師傅討論流程, 看自己搞定 方先生, 這麼巧 你也會在這裡 我經常做員工的 方先生那麼支持環保 最好, 作為力子哥的員工也很榮幸 若然方先生下次再來做員工 隨時叫我, 我沒空 方先生, 要點一嘗 方先生, 請請好 方先生, 這個光好, 景水漂亮 怎麼回事?又說在這裡 我在這裡怎麼這麼有趣 你在這裡比較有趣 你搶鞋子嗎?那我適合你 真是, 很有趣還來打招呼也不行 做師兄也讓你們傳 來做義工也讓你們傳 我又見到找老闆 對不起… 沒事, 沒扔傷吧? 你沒流血…沒事, 別流血 別離開, 別離開, 別離開 哥哥, 我給你試鞋子, 你不要哭 我求求你 真是沒有淚水, 哭了嗎?哭了嗎? 來, 繼續對著雪糕哭吧 方先生, 那些記者都走了 我們可以走了 沒有, 你看, 大家撿得這麼開心 撿多一會兒 反正也一場來到 小朋友, 怎麼了哭了嗎? 讓叔叔買個杯雪糕給你 來吧, 馬田, 你去買個杯雪糕 好, 來, 讓叔叔滑點東西給你看 好嗎? 你看 你別哭了, 你看我滑什麼 知道是什麼嗎? 的 送給你 你 我求婚的地方 就行了 人都走了 想不到幹嘛 你真是不介意我懷著工作 可能不是一個稱職老婆 那我是一個 稱職的老公就行了 好 抱歉 抱歉 不要緊 我買飲 小朋友 小朋友 那幅是你畫的? 不是 是不是哥哥畫的? 不是 是穿著紅色衣服的叔叔畫的 前面 小朋友 買了 搜尋 三 一 二 最挂念的你 秘劑而停止 毋庸再想生命一次 你我没有幸 一起说声愿意 但这位跟你